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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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化老期間 我們要注意哪些事項 其常見或一些嚴重的副作用 第一大家可能想到化老最常見就是掉頭髮 本身來講 其實傳統小紅美引起掉髮比例大概百分之百 那就是使用維持於小紅美是不是就不會掉頭髮 讓我們說它可以明顯的減少掉髮 但是還是不是說完全都不會掉髮 可以減少掉髮的時間以及掉髮量是有改善的 就是在我們在比較不同的小紅美的一些差別 那本身來講就是說 在整個療效治療完之後頭髮還是會長回來 有些病人打化了都掉光了 甚至有些病人太打就太掉就把它先離光 長回來之後其實慢慢還是有烏黑的秀髮 甚至有些病人會有這種QQ 就是說頭髮捲捲的情況就是化療的一些情形 那本身來講就是除了頭髮掉 其實像一些異毛、齒毛、眉毛和眼睛毛 其實打化了其實都會有些慢慢會掉 但化療打完之後其實慢慢還是會長回來 所以一般患者其實不用太擔心 那本身來講在時間內可能要怎麼去照顧 第一個就是說使用溫和的洗髮精和軟毛刷 那可能不要使用吹風機 那就是說如果你要使用吹風機 建議叫低熱的風 不要太搶太熱的風 那使用防曬品 帽子或頭巾 來預防你的頭皮說要日曬 因為本身這個就是打化的結晶片 如果你血液循環越好 那化療越容易帶到這個地方 所以說你如果局部溫度能夠降低 它血液循環減少 後來又帶到頭皮到毛朗的量就會減少 就會減少頭皮掉髮的一些情形 那再來就是說盡量溫和的中性洗髮精 用軟毛的梳子梳頭 那就是剛剛講就是低溫 不要用那個熱髮捲或捲髮器 因為這個會對你頭髮不太好 那在打化的時間也不建議去染髮或燙頭髮 那就是說有時候會建議把頭髮剪短 看起來比較容易疏離 那另外使用一些防曬爐、陽傘或帽子 來保護頭皮 避免太多陽光照射 另外就是說使用軟毛子的那種枕套 避免頭皮過度磨擦 這個大概都可以改善你的頭皮的情況 對 另外就是之前 這個也在各個國家其實都很火紅 叫冰帽跟冰手套 就是說它的目的就是說 減少那個血液循環 大家如果戴冰帽跟冰手套那種 它讓局部溫度減低 讓血液循環降低 到頭皮跟手的血流會減少 那化療癌也會減少 就可以減少一些 化療癌造成的一些手足症候群 或掉頭髮的情況 另外就是剛剛也講過說 口腔潰瘍 很多病人打化療打到口腔潰瘍 吃不下 這個本身來講是 就是嘴巴所有的破皮 一些潰瘍的情況 那在治療期間 對 在早期比較常見 那治療一段時間之後 身體慢慢已經適應之後 就不會那麼明顯了 很多病人打第二次其實很明顯 很多會有潰瘍的一個情況 甚至有些病人比較嚴重 就整個很大一片這種母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怎麼樣去減少這個化療癌造成的一些 潰瘍或是說怎麼樣造成口腔的一些保健 例如說你可以吃冰品或含冰塊 維持良好口腔衛生習慣 很多人覺得打化療癌大會喜歡 喜歡喝溫的、喝熱的 事實上可能你要改變 就變成用冰塊、冰品 它事實上減少局部溫度 可以減少一些疼痛的感覺 大家知道撞到會痛 我會建議大家冰敷 事實上這個淘寒瘍之後 你如果打化的期間 你可以喝一些冰品或冰涼的開水 它可以減少口腔的一些疼痛 那另外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些含冰、碎冰 來減少疼痛 另外就是你用那個生理時間水 清潔口腔 那避免含酒精的漱口水 大家市面上很多漱口水是含有酒精 那你在打化的期間 你可能就是用那個生理時間水 取代那種含酒精的漱口水 因為就是那個 建議那個牙刷 用軟軟的牙刷 不要太建立頭 會造成那些黏膜的受損 另外吃完東西立即漱口 另外在吃東西 就是你可以吃一些高熱量 高蛋白質 柔軟好入口的食物 像冰淇淋、奶昔、香蕉 這個都是不錯的東西 因為就是補充一些 維他命B或是B群比較多的食物 像培芽米、糙米、這張飯 全麥麵包 這個都是適當的一些飲食 可以改善你 就是你看這個卡通圖 建議你要吃冰淇淋、冰塊 不要吃麻辣鍋、火鍋 或是那種比較不容易入口的食物 再就是說你這個 在化老之前 如果你有需要看牙殼 或做牙齒方面的處理 建議先去把這些刺激處理完 不然你如果說化老前 打到一半 去處理牙殼 或是說你要做一些牙齒方面的處理 會比較麻煩 尤其之前有時候打那個 像骨頭燈有沒有 像那個寶格莉 或是那種癌膚 會建議你說你在打這些骨頭燈 三個月期間 不要去做牙齒方面的治療 那本三娘就是說 會建議不含酒精性的漱口水 去改善那個口腔的清潔 那另外就是說 避免一些辛辣 或是頻度比較高的食物 這個大概都可以改善 你壓口腔裡面的一些 潰痒的情況 那除了口腔潰痒 很多病人會有 噁心、噁吐的副作用 噁心、噁吐 不是所有化來歐物 都會造成噁心、噁吐 化來歐物可以分成 高自吐性跟低自吐性 那什麼叫高自吐性 比如說你打那些 像順薄的話 或是說你打那種 比較癌德心 你打比較高劑量 這都比較容易造成噁心、噁吐 另外就是說 我們如果打小紅美 合併癌德心 這叫中高度自吐性 要小心避免會有噁心、噁吐的情況 那比較低 中低度就比如像 你單獨打子三醇 或單獨打歐洲 或太平洋三醇 這個都是屬於 比較低度的那種情況 那什麼叫做低度 比如說你今天打溫落瓶 或口服溫落瓶 這都屬於比較低度 所以說化癌 不是每個藥都會噁心、噁吐 是讓它的處方 跟劑量有關的